有人说宋朝并非像大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孱弱 依据是南宋能够在蒙古大军压境之下 从南宋端平元年 一直坚持到南宋贤纯六年 而同时代的其他强大帝国 在蒙古军的兵士之下 无不是短时间内就被攻占 灭亡 以此为对比 就显现出南宋的军事实力 似乎还要强于同时代的其他诸国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南宋能够在蒙古军的铁蹄下坚持这么久 真的是因为其本身的军事实力出众 军队作战能力强悍吗 或许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蒙古并不是天生的强者 蒙古族是在血与火当中走出来的复仇者 蒙古在历史上曾先后被匈奴 鲜卑 突厥 契丹等多个民族统治 唐朝时已在此设置安北都护府 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 蒙古人过着凄惨的生活 比如在金人统治时期 蒙古人受到金人的残酷剥削 金人担心蒙古人会成为自己的威胁 还时常对蒙古人进行屠杀 不仅如此 铁木针的先祖还被金人定死在牧驴上 蒙古不落组织多次对金反抗 但都遭到镇压 因而蒙古与金可谓世代血仇 在铁木针崛起统一蒙古草原后 他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千户制 并从不落里选拔出最精锐的战士 组建出一支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 而他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向金人复仇 可是昔日强大的金人在灭亡北宋后 却沉浸在帝国的荣光里 他们忽视了从北方草原崛起的蒙古人 当蒙古铁骑以不可阻挡之势攻向金国时 金人被打得丢盔卸甲 这个曾经视如破竹灭亡北宋的国家 却被蒙古人用23年就灭亡了 当然 金国的迅速灭亡与其国策有关 或者说与北宋灭亡有关 金朝在蒙古铁骑南下时 只能退守 富于往抗 而此时他最好的选择是联合南宋 共同抵抗蒙古人 金人的确派出使臣 向南宋提出联合的建议 可是当南宋提出减少碎壁时 金人却以此为由 对南宋边境进行劫掠 却被宋军大败 金人之所以如此 与他轻而易举灭亡北宋有关 在金人看来 汉人磊弱不堪 就算打不过蒙古人 也可以南下灭宋 增加战略纵深 可是金人却因此失去与南宋结盟的机会 而与此同时 蒙古人也向南宋发出邀请 联合灭金 南宋当然知道纯王齿寒的道理 因此公布上书未经就忧虑道 一若卤灭 一强敌生 由魏族以为习也 当时南宋朝堂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联盟灭金 一派则主张西吾之仇也 金吾之弊也 古人纯王齿寒之者可负 一孤与弊 使得巨大 可是北宋的灭亡 终究让南宋忘不掉对金人的仇恨 南宋最终选择联盟灭金 在蒙古铁骑和南宋的佳基下 金朝在短短23年就被灭亡 而蒙古灭西夏之战与此同出一辙 加上西夏地域辽阔 且多是开阔地 最适合蒙古铁骑发挥优势 因此蒙古灭西夏也只花了22年 当蒙古铁骑踏平亚州 征服高傲的俄罗斯 并让欧洲人闻风丧胆之后 他们将视线转向南宋 在蒙古人看来 连金人都敌不过的南宋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可没有人会预料到 蒙古灭宋之战 竟会打敌那般艰难 南宋端平云年 蒙古大军邪不可阻挡之势南下恭送 蒙古人没有想到 他们不仅出师不力 还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大汉 在战争前期 蒙宋各有胜负 但在钓鱼城之战 蒙军久攻不下 蒙哥汉大怒 亲自督战 确重非时受伤 最终不致身亡 这是蒙古军征服路上第一次失败 而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北宋灭亡之战中 由于许多汉将投降 导致金军势如破竹 攻入都城奴走二帝 这对汉人和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在南宋建立后 南宋更加重视思想教育 气节重于生命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 而宋朝又是最重视士大夫的朝代 是为之己者死 君尊臣 臣自然重于君 因此在南宋时期勇跃出岳飞 文天祥等民族英雄 他们在抵御金人和蒙古人时 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南宋对待百姓谈不上历朝最好 但南宋百姓的民族情怀却令人震惊 他们在面对蒙古军时同仇敌态 表现出强大的意志力 让蒙古军都为之胆寒 比如相反之战 宋将最后虽然投降 但在之前却急与援军重创 钓鱼城之战更是让蒙哥汉都阵亡在战场上 同时 在北宋灭亡以后 南宋军一直在与金人作战 积累出丰富作战经验 尤其是守城作战 宋军当时堪称世界一流 除此以外 环境的不同也为蒙古人制造许多困难 南方气候潮湿 蒙古军攻打南宋时 许多士兵染上疾病 简缘严重 有时还未开战 蒙古人就已经折损许多 而南方多河流的情况 也让不擅长水战的援军 在面对南宋水军时占不到便宜 损失巨大 而在蒙哥汉阵亡后 由于大汉身死 蒙古陷入内乱 因此为南宋留下了喘息的机会 直到忽必烈继位后 他开始大力发展水军 并实行招降安抚政策 重用南宋叛将 对南宋进行合围 最终攻下襄阳 使得南宋最后一道屏障 陷入援军之手 这才使得南宋走上灭亡的结局 不过 即使在襄阳失守 南宋难逃灭亡的情况下 南宋依旧能与援军打出悲壮的崖山海战 这一战 南宋战败 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炳投海自尽 朝中大臣多随之自尽 十万军民一跳海殉国 南宋灭亡 蒙古因为自身权力争夺的混乱 与西争之势的耽误 就一直没有将南下灭宋 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向 而且宋朝在当时 也属于非常发达的国家 要完全吞下这个庞然大物 也需要长时间的 比较全面的准备才行 南宋人是有气节的 他们以无畏的勇气 无惧的牺牲 同仇敌忾 阻导蒙古铁骑数十年 他们创造出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古铁骑数十年